好这个吉安创客栈的首场艺文的活动呢 在31号是正式的登场了 艺术家刘凡是以老快舞墨座为主题 那么在块幕上挥舞出独具个人风格的笔墨 现场差不多有30多件的作品 也展现出了刘凡累积多年的创作功力 那么其中也设计了互动式的抽奖活动 让现场观赏的民众都有机会 可以将展场中的作品免费带回家 墙上挂满一幅幅不同形式 以块幕作为媒材的俗法艺术创作 这些全都是出自于艺术家刘凡的巧手 这不仅是吉安创客栈的首场艺文展览 也是艺术家刘凡的首次公开客栈 31号上午以老快舞墨作为主题 在申华国乐团所带来的一连串游美月章中 正式揭开序幕 这是因为我有从事一些木头 木料的一个家具创作 然后早期收了蛮多的 比如我的老房子 日本式的房子 拆掉那些料 让我可以把它切割 然后再经过抛 然后再过磨 就可以把我以前所写的书法 就可以挥洒在这个块幕上面 然后结合我的一些 装框的一些技巧 然后就可以呈现一件作品 但是当初我是好玩的心态 就是把块幕可以展现其他一个地方 不只是做一些像桌子椅子 也可以做一些视觉艺术 装置艺术 这是我的概念 开幕式中艺术家刘凡也亲自提笔辉豪 在块幕板上挥舞出独具个人风格的笔墨 大战积累数十年的创作功力 要置证给乡公所作为典藏 欢迎大家来到吉安唱歌站 我们在现场 从8月31号开始到10月20号 有三副的作品 如果大家可以看出 里面墨宝的字画的内容 或者是字的这样的一个字役 我们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 最棒的礼物就是我们刘凡老师 亲自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在我们的老块的末武的末宝里面 来送给大家 所以欢迎我们乡亲好朋友 不要错过了 为了让观展民众更沉浸在创作当中 展场更办理了看懂刘凡了吗 互动式抽奖活动 征集民众创意发向三幅字画内容 等到展出结束过后 将会抽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幸运儿 可以在展出的30多服务创作中 免费挑一服带回家 而这项展期直到10月20号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前往吉安创客站 欣赏文字创作的李宇美 记者 徐立芹 吉安香报导